嗨 大家好 我是新制图天后胡雅如 莫妮卡 今天的主题应该说有三个 第一个 我们今天要讲这本书 书在我的面前是经过大家的票选 发现大家比较想要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待这本书 这本书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在于 他要教我们做到什么呢 这里有字不知道各位可不可以看清楚 全脑思维分析 看到全脑思维好开心 因为跟我要教的东西是一样 错 不一样 他这里面所讲的全脑思维 是要了解我们平常的思考的习惯性的方式 那么跟我要教大家往全脑思维迈进 其实不太相同的 这本书最主要是在讲沟通 为什么它要从沟通开始呢 其实有一本书很接近 各位这本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以后我们也来说说这本书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在作者的观察之中 发现我们很多人工作上不管你顺不顺利 或者是说你在工作中你的效率好不好 有很大的一块是来自于我们在沟通上 可能没有办法做得很流畅 那他就引用了美国的布朗宁博士 他是内部拉斯加大学 布朗宁博士是从科学研究分析中 他所研究出来的一套分析方式 方式就叫做全脑思维分析 所以我们今天目的是要教大家 怎么样了解个人特质 但我今天不是说书哦 我想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说书心得分享 还有介绍一本书有什么不一样 我这边简单的讲一下 介绍这本书就是要告诉各位 这本书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 就有点像是各位在书里面 都会看到所谓的推荐序 或作者序那样的概念 我告诉各位这本书里面最重要的 还有可能对我个人最有帮助的地方 到底是什么 我会讲这一块 那说书就要完全以作者的说法为主哦 不能加入我太多个人的主观想法 主观意见 那心得分享就更不一样了 心得分享可以告诉各位说 这本书讲的是A 那我从他的A里面呢 我延伸出了有A-1 A-2 或者是我觉得A虽然90%是对的 但我个人认为10%的情况下 应该要用B 所以新的分享呢 应该说他不可能或者是也不会 完全以作者的说法为主 那我今天呢是要介绍这本书 所以我不会把这本书像之前那样子 他里面很多章节的要项都跟各位讲清楚哦 可是我今天会跟各位顺便提一下说 那这本书他带给我们的好处跟帮助会在哪边 第一个啊我觉得如果你不相信 因为有些人 各位你知道我每次笑我都是很尴尬的笑 因为我个人啦 会发现有些人的想法真的跟 不要讲我个人可能跟你也不一样 他会觉得说反正凡事啊一定会有正有反嘛 这种叫做二维思维 二分法的思维 二元对立 其实如果你有兴趣 看很多心灵成长的书籍 或者是你从一些脑神经科学的研究 就会发现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 思考方式呢 通常会让你的人生过得非常辛苦 痛苦 那这种二维思 二元思维 或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 有人呢就误以为叫做批判性思考 我这边顺便提一下 批判性思考不是这样哦 哈啰 树芬你好 批判性思考的意思是批评加判断 那判断就要符合逻辑 很多人只是批评他就是你对我对 我们一定有一个人对而已 所以我现在说你错就是在证明我对 所以很多人把批判性思考以为等于是批评 其实这个是定义上的错误那很多你会搞错也不是你的问题 因为很多网友甚至很多你们看到的影片那些人啊 其实他都做了一个很错误的示范 就让我们以为说批判性思考就是在批评嘛 那其实批评就是二元对立 那这本书的作者呢 他就是从脑神经科学来告诉我们说 其实人的特质呢没有好坏对错 所以我们不能用优缺点来看 其实就是一体两面 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很主动积极的人 那么我在工作上你可能会让人家感觉是 哇好有好有动力对吧 可是跟不上我速度的人呢 他就会觉得哎呀那个莫妮卡给人很有压力 因为他跑很快啊 我们就跑很慢啊 那在老板的心目中会不会觉得说我们跟不上的人 我们就是比较差 所以你看哦 同样是一个很积极主动的人 在不同人的眼光中 他可能就会有不同的评价 C 这本书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事 嗯没有评价这件事 重点是什么呢 其实你真的没有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落入评价 是因为过去的教育跟学习 还有很多的网路上影片 都该告诉我们二元对立 反正就是好跟坏嘛 对跟错一定要整个你死我活 你看死跟活也是一个对立啊 那作者他是要用一些 科学方法 好 引用美国的布朗宁博士的科学方法 教我们找到你的强项 为什么要用强项呢 因为没有天生就会什么 有人会说 我想要找到我的人生的天职 在科学研究中你没有天职 不是你真的没有 而是天职这句话本身就是错误的名词 所有的能力都是你建立起来的 也就是你要去努力 你就会建立起来 那现在我比你差 是因为我过去没有建立啊 我现在就开始努力 未来我一定要嘛跟你一样好 要嘛我会超越你 所以作者告诉我们没有天职这一件事情 所以各位要抛开哦 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 要抛开好坏优缺点 还有我要找到我的天职 这里面所讲的强项是说 把你原来的特质发挥到淋漓尽致 发挥到最好 你就会是一个 做事情会很流畅跟方便的人 那他这本书其实说真的啦 比较多摆在所谓 不好意思 我把我的mind map放远一点 因为我今天桌子上的东西很多 各位看不到我现在桌子超级乱哦 因为我今天要给各位的sample很多 样品很多 这本书作者呢 他最主要是要告诉我们 在沟通上 你会产生问题 你就会以为自己有问题 因此他比较从沟通的角度来告诉我们 其实你真的没有问题 也不是别人有问题 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执着点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有执着点啦 那重点是 就是如果我要避开 踩到别人的那个叫地雷 或者是我要避免让别人误以为我有问题 或误以为他很难跟我沟通 这个部分呢就变成我们双方都有责任 因为焦点是要摆在我们每个人的执着点不一样 换言之你我他 我们每一个人看待事物的方式都不一样 这沟通的矛盾跟问题都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看待事物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作者呢要告诉我们 你在沟通的时候呢 有两个部分要做大 一个就是让对方了解你自己 第二个部分是让我们自己去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他的思维模式是什么 为什么我会推荐这本书 因为他跟我主要要交的内容 各位应该知道我主要交的是什么吧 你在我的FB上面应该你会知道我擅长的是什么吧 对我擅长的就是心智图嘛 那心智图就是一种全脑思维的模式 那作者呢 他最主要在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都没有问题哦 最主要沟通会产生有不一致的地方 我现在不用矛盾 因为我觉得矛盾大家都会觉得矛盾是负面的 或者是说沟通不良是负面的 应该说我们沟通上有所谓的观念上的不一致 是来自于我们的每一个人沟通的执着点不同 所以我很认同这一本书的作者 他是一个日本人叫做中村 我看一下 中村太燕 他在讲的是说 你去看坊间很多的沟通术 说话术这些书啊 对你应该没有什么用 你去上很多沟通术说话术的课 对你应该也没什么用 说真的我还蛮认同作者的这一句话 因为我的观察 真的如果我不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然后对方也无法了解我在想什么 说真的你用了很多的话术或沟通术 这一些你最后都还是会有暂时性的效果 但他的后遗症可能是很大的 那我今天那一块我先不谈太多 那在这边呢作者要我们认识这个概念 基本上我们要认识两个部分 作者他很简单的讲 人格特质不就天生的吗 有点宿命论 作者说某个角度也是宿命论 因为那是你的基因决定的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有点像宿命又不太像宿命 作者的说法叫做 我们会有固定的想法 我们会有不同的执着 是因为我过去的基因 跟我过去的生活经验 给我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 第二个宿命论 第二个宿命论就是所谓的过往的经验 这一块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宿命 因为我过去是这样啊 那我从现在改变 不就我的未来也改变了吗 所以作者他说 这个地方 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我想 左脑右脑这个观念 应该很多人知道了 我们每一个人呢 在想法上呢 基本上左右脑 运作方式不太一样 左脑大部分比较逻辑 简单讲就是比较逻辑 比较用文字在思考 然后比较理性 右脑就是比较没有逻辑 不是说完全没逻辑 而是他可能破碎 他的逻辑是片段的 或者是他 他觉得逻辑没那么重要 感觉比较重要 所以他本能性 他可能就会去忽略逻辑的那一个部分 他比较着重在感觉 所以如果一刀切的话 左脑是比较逻辑的 那右脑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逻辑 比较走感觉 感性感受 那可能比较会用图形的思考 图像画思考的模式 但在这里讲图像画思考又不太对 因为作者他又在细分 这个是左右脑的概念来解说 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是抽象跟具象 具象的话就是很明确的实体 要明确的例子 要明确的事或物或人 我比较好理解 或我比较着重在这个地方 那抽象呢 他可能是一个概念 一个很模糊的说法 我也能接受 所以我们又可以再细分哦 你是左脑的抽象型思考 那你就比较偏分析型的人 你是左脑的比较结构型思考 你就是具象的人 那也有可能你是右脑的 比较讲到感受 你也可以接受抽象思考 你是属于概念型 你是右脑的 比较具象型思考 那你就可能是社交型 他把我们的天生思考行为 分成这几个项目 可是作者也有讲哦 你了解了这个东西之后 不是要你去改变你自己 他要我们去了解自己 你是着重在哪一种思维 是分析型 那对方如果是概念型 可能我们两个 在沟通上就会有一些问题了 因为我是逻辑文字嘛 那他是感受啊 比较没有逻辑啊 虽然我们都是抽象 可是我们一定有落差 各位这样子应该就可以理解说 为什么沟通有点困难 很难找到说什么沟通术啊 或画术 所以作者告诉我们沟通术 画术是没有用的 你要了解的是对方的思维倾向 思考倾向到底是什么 他了解了之后呢 我说 刚刚我有讲这句话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记下来 我讲的记下来是说 特别注意这件事 作者要我们不要改变你自己 因为思维模式呢 那是天性 那是人格特质 那个没有好坏对修 对不起 又又开始 喝个水 我又开始吃螺丝了 我发现下午直播好像很容易吃螺丝 基本上啊 那个没有好坏对错 也不应该要改变 因为顺着你的天性 那个是你最有效率的思维方式 跟工作模式 那我只要去了解我的对象 沟通的对象 他是什么样子 我可以去理解他 然后帮他来理解我 这样子你我就可以做到很好的沟通方式了 可是还有一个地方哦 我们会想但不一定会这样做啊 所以作者也要我们了解外在 思维模式是内在的哦 这个是外在的 我们的外在可以分成这三段 我可能是 我乱讲的 我可能是分析型 但是我的外在表现呢 诶可能有不一样哦 好这个是不同的强度 第一个叫自我表现 我表现自我表现强的人呢 就是很活泼啊爱讲话 开玩笑就是爱讲话 想到什么他就会说出来 那还总是不太愿意表现出来的 那他就比较文静 比较沉默 或者是他觉得 我喜欢不要表现出来 好 这个也没有好坏对错 我以前就遇过一个妈妈 他妈妈就是属于这种 他女儿就是属于这种 然后妈妈就会在我面前骂女儿 她呢就跟个 我记得好像是讲闷葫芦 就是小女儿啊 哈喽 Sunny你好 Sunny你好 你好 就是女儿好像就是比较那种 负面 好他就用那种负面的观点 观点来解读女儿的 不爱讲话 可是实际上女儿没有不爱讲话 我觉得女儿其实是很活泼的 因为我在跟女儿沟通的过程中 我在教他女儿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他有跟我互动啊 他只是他用眼神跟我互动 他用点头跟我互动 他只是嘴巴不说而已 他不是不会表现他自己啊 只是他不是嘴巴说出来在表现他自己 所以有可能呢 我们同样都是分析型哦 但一个爱讲话 一个不爱讲话 另外呢 我们的表 我们的行为的主张也有可能不一样 一种呢是节奏快 像我平常讲话就算偏快的 那这种人的特色呢 可能就是自我主张强 就是讲话比较快 那也有可能是好胜心比较强 坦白说行为可以改变 特质比较慢改变 我讲的改变 讲错 更正一下我的用语哦 改变比较慢 可以改 但改变比较慢 这个的改变速度 改的会比较快一些些 但是我现在讲改变 各位 如果现在才加入的人别误会 作者要我们不要去改变你自己哦 你要去发挥 你在这个特质里面的优势 优点 这样子呢 你就会是一个很成功的人了 很有效率跟沟通能力的人 那自我主张强的人就比较在乎说我的想法 比较弱的人他比较在乎别人的想法 别人的看法 所以他比较听从 像我们猫奴嘛 还有狗奴 我朋友就说他就是标准的狗奴才 狗要什么 埋 狗需要什么 埋 会让狗快乐的都埋 所以他就比较在乎他们的狗 他比较不在乎他自己的想法 所以 家里呢一切都是狗 狗的需要 满满的 自己的需要不重要 那如果说我们比较在乎别人呢 我就可能比较听穷就变奴了 那如果 比较不在乎别人的主张 比较强调 我的主张比较重要 那这样的人 就会让人家看起来好像好生心比较强 来 这个是相对值哦 如果我们今天自我主张强的人 跟自我主张强的人在一起 他不会觉得我们是好生心强啊 可是如果对方是属于这种听从型的 自我主张他比较弱 比较像猫奴狗奴 那他可能就会觉得 哎呀你怎么好生心那么强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 作者他一再强调 在书中所讲的各种特质呢 他没有好坏对错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柔软度 柔软度就是 你愿不愿意调整你自己的那个程度 柔软度高的人呢 如果他又适应力强 基本上 他的 他可能会让人家感觉 哎你怎么常常变来变去 可是对他来讲没有啊 我就是 顺应时代嘛 所以我就改了啊 没有什么不能改的嘛 千变万变 反正人世间一切都在变 讲的好像很有道理对吧 可是也有人会说万变不离其中 怎么变呢 一定会有一个共通性不变的道理 哎你看 所以他就会比较不喜欢改变 他想要找到那个不用改变的地方 那这种人如果他比较不喜欢改变 又适应力比较强呢 当然他也会做到很成功的地方 那在这边呢 各位你会发现哦 作者特别都提出来适应力强 因为自我愿意自我调整的人 基本上哦 没有说哎比较好适应 或比较难适应哦 在作者的眼中 基本上你都可能是适应力强的 好这个就是作者在理论的部分 那重点来了 我刚讲那么多都不是书上的重点哦 我今天是要介绍这本书 我今天不是要说书 我今天给各位看哦 最我刚讲的内容就在这里而已 这一页跟这一页 好我刚刚只是稍微把它简化 关键点是什么呢 关键点是在书上的第55页 我翻一下55页哦 来 他有教我们怎么去做测验 了解你是哪一种型 你是四个型的哪一个型呢 另外一个部分是 好很多测验题哦 让各位去做做看哦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的行为 你可以从他的一些解说里面 来告诉你说你的行为是比较偏向于哪一种型 那在这边我也 我先翻一下下 像比如说这个 应该是这一页哦 给各位看在这一页 他也会让各位了解你是哪一种型哦 好当然 你有可能是我们刚刚讲的 好 假设这一行里面的这一边 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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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能的表现又会是什么样 所以他又用了很多的测验方式 让各位了解你自己哦 基本上这本书你得自己买书来看咯 因为讲再多都没有用 他的测验题你要做过 你才会知道你是哪一种型 第二个大重点 你是书上要给的哦 假设我是 这个 我遇到这一种 我该怎么 处理 跟他的沟通 让我们可以更顺利呢 看书 如果我是这个 对方是这个 我是这个 对方是这个 也就是我是分析型的人 那对方是这三种的某一种 我要怎么跟他应对跟沟通 好那 换另外一个角度哦 我是这一种 我怎么处理跟他的沟通 跟他的沟通 跟他的沟通 书上写得非常清楚 好因此 来我今天这本书介绍完毕咯 有兴趣的人应该说 我建议各位 你一定要自己来买书 你好好地了解你自己之后呢 再强调一次哦 你没有问题 只是我们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 那你可以从这些 思考的四个上限 这四个上限的了解 跟你的行为 这三种强弱度的了解 你就会知道你的强项在哪边 哈啰美玄你好 好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段 介绍这本书结束 那我现在才观看的没关系 你等下再看重播你就会知道 书书跟介绍书 还有个人心得分享有哪边不一样 那我现在讲一下 我对这本书我自己的心得 基本上呢 嗯 我的朋友我先讲一下我的朋友 我 我的朋友有一次跟我在聊天的时候 好 他说 在很多年前的事 他说 因为他在跨国企业工作 他们公司里面有印度人 日本 美国 欧洲 大陆 日本 东南亚的人 当然还有台湾人 他说那 这些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啊 那我们刚刚有讲吧 书上有说啊 我们每一个人的思维特质 他受到我的基因跟我过去的经验的影响嘛 那每一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啊 所以个人的经验不同啊 那在沟通上 有没有人在教那种跨国的文化 我跟他说你应该找不到哦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是一个 我从逻辑上来推哦 如果我是一个在跨国文化游刃有余的人 我在跨国文化啊 那就代表说我可能要待过日商 我也要待过美商 待过可能欧洲的法商啊 德商啊 什么瑞典商啊 英商啊 这一类的啊 那我也待过 印度商啊 中国商啊 不然我怎么了解 各个不同地区的文化呢 因为 我的老板 我的主管 是美国人 来管我 我才会了解 哦 美国人的管理文化是什么嘛 所以导致大家会怎样嘛 那我没有待过那么多个国家 我怎么教人家做跨国文化的沟通呢 这就会比较弱了 那我顶多能找到 就像我朋友公司那样子 我是待在某一个跨国公司 那我们公司里面有各个不同的国家的职员 可是我跟各位讲 职员跟主管的想法本来就不会一样啊 还有职员他 来的层级 职员的层级 你可能见的也不够多 因为我可能看到这个职员他是 假设他是台湾人好了 哈啰 训章你好 这个职员可能是一个台湾人 那他可能是高阶主管 一个而已啊 就一个台湾人啊 我怎么跟你讲说 哦 我们在面对台湾人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沟通 跟这个职员他是中阶主管 这个职员是低阶主管 或一般员工 我可能从而到我就只认识 我们公司里面就只有这个台湾人啊 那我要怎么跟你讲说 你跟台湾人你应该怎么沟通 因为我的例子不够多啊 而且我不是沉浸在所谓的台湾人的文化中 那就算我曾经在台湾人文化中好了 我真的来台湾住工作 台湾的北中南观念也不一样啊 那台湾的北中南观念这个我就先不谈 因为太离题了 所以我要讲的一点 我那时候就回答我朋友说 你要找的这个人 你永远找不到 因为如果我今天是那一个 我可以教跨国文化沟通的老师 我待过这么多家公司 我也很老了吧 我也要退休了吧 所以年轻的老师 是没有资格去你们公司教你们的 那你要找到那个很老的老师 哈喽 美玄不用担心 永远不选晚 你可以看重播没关系 我很随性的 我没有说要求大家一定要及时跟上我的直播 只是如果我在直播中各位听到我的内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可以随时 反馈回馈给我 那这样子我可能 比较能够切中你现在所要表达的 想要接收的内容跟讯息 好 那回来刚刚讲我那个朋友的例子 也因此我就告诉他 你永远找不到这个老师了 第一个 那个老师很老了 他也要退休了 他也不想教了 干嘛把自己搞这么累对吧 第二个 如果我今天在跨国文化里面游刃有余 我可能没有空来你们这边兼差教课哦 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官阶一定会升升升升升升 我的职位会很大很大 我游刃有余啊 我当然就一直升官升上去啦 那我是一个升官升上去 我管跨国耶 跨国耶 跨国意思各位忘了吗 台湾在睡觉 美国在工作耶 欧洲在工作耶 换言之 我可能要关注的 我们这家公司的点 很多 可能还要考虑到时差 我哪有办法 翘班 不要讲翘班 请假 请公假 去外面教课呢 我没有办法兼课啊 我一定是专心的在 我的本职工作中啊 所以你找不到这种老师啊 那你只会找到什么 二流的甚至三流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讲 你找不到了啦 那我朋友死都不肯相信 因为我这样跟他沟通 猜猜看 我是什么样的想法 刚刚这一行 这四行 我是什么样的人 来互动一下下哦 因为我脸书直播有延迟的问题嘛 各位还在线的人呢 你们现在看到我讲 我跟我朋友沟通那个例子 请问我是哪一种型 猜猜看 那大家在猜的时候呢 应该说大家在留言的时候呢 我来看一下 今天在直播之前 我写在那个脸书上 贴文的一个问题哦 这个问题我为 因为有很多的 那个我的朋友们 你们比较喜欢我讲话速度 比较快的 所以你们会转到 YouTube的平台上去 加快1.25倍到1.5倍的观看 所以呢 我现在呢 稍微看一下 刚刚各位的一些留言 好 那还有各位别忘了 如果说 你们想要 因为我本人一向走佛系的 我走佛系的意思是说 因为这个名称现在还蛮红的 我一向都走佛系的 我 比较不会说 好像叫谁 你一定要来听我的直播 你一定要来看我的直播啊 你一定要来上我的课啊 我都觉得有缘你就会来 有缘就会相遇 所以如果你们觉得说 我的内容值得分享出去 请各位记得不令分享 那我在这边也要谢谢一下 美全的分享 帮我分享影片出去 好 各位留言 好了吗 猜出来我是哪一个类型了吗 好 各位 好 那个美禅写的是分析型 好 我跟各位说 基本上 很多人都以为我是分析型 我坦白跟各位讲 以刚刚这本书的内容来作者的 因为他是一个科学研究 引用美国布朗宁博士科学研究的结果 他是一个日本的作者 以作者的说法呢 美学也觉得我是分析型 以这本作者的说法呢 基本上你的类型呢 是什么 没有优缺好坏哦 那各位可能忽略了一件事情 我们有可能是同时哦 我可能是两种型哦 我也有可能是三种型哦 那我有可能是 两强一弱哦 那有可能是最强 第二强 第三强哦 而且 Angel Lee 觉得我是结构型 好 基本上 我要公布答案了 我以前是什么型 我已经搞不清楚了 因为以前没有好好认识自己 坦白说 很多人会猜我是这个 或这个 说真的 我自己啦 在看书的时候 我还没做测验之前 我觉得我是一二这三种 我不知道我是哪一种 因为 我自己知道 因为我一直在训练这个 每学是看文字猜的 我也是 当时我在猜 我看文字猜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 我觉得王王这三种都有 但是我不确定我是哪一种 坦白跟各位讲哦 我先不要讲 我做完测验后的强弱相结果 我确实这三种都有 可是 我很明确知道 我小学的时候 我是这一种 后来我就变成这三种 我现在 我不要讲我现在几岁 我讲歌 很多人都知道我几岁 我就不讲了 我小学的时候 应该说 十一二岁以前我是这一种 我是社交型 然后我现在呢 每学人觉得我是概念型 其实我是这三种 分析概念结构 我都有 但这三种各有强弱相 这也是 各位我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来买 这本书的原因 第一个它是科学理论 我今天介绍它的原因就是 它是科学理论 因为这几年来我一直 非常非常的强调 跟告诉我自己 每学人觉得我是社交 猜对了 我小时候小学是社交 非常强调 而且一直不断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发挥这个 因为发挥这个呢 通常会比较 人生会过得比较痛苦 比较 因为你的情绪会很容易随外在波动 就是所谓这种人呢 就是比较容易 心随随进转 佛教讲的心随 我每次到下午都口齿不清 心随进转 这种人比较容易 静随进随 静随心转 所以我为这几年来 我一直很要求 就是让我自己能够多看一些 比较科学的理论性的内容 所以我慢慢的 我就发展变成这一类的咯 那这一类我还是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mind map 我有心智图 所以这一块呢 我就左右腦并用 比较强 坦白说我猜啦 应该我 我应该当年 小学的时候是这一种 后来慢慢变这一种 然后有了心智图之后 我就跨到这一边 这一种呢 是我慢慢的 随着年纪的增加 而慢慢的变成 静随心转 我就比较不会是 这种烂好人型 这种很容易变成烂好人 我就慢慢的 尽量不当烂好人啦 我以前小时候真的很容易当烂好人 好 这就是今天的介绍这本书 结束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有考虑到说 本来 我如果讲话速度再快一点的话 可能刚刚那个介绍书 应该很快就讲完了 所以我今天有设定第二个主题 要讲这个 那我就简短的讲一下下好了 我看时间 40分钟了 我简短的讲一下这个好了 因为我觉得这一点 我从去年到现在 我就一直非常想讲 斜杠青年这本书是一个大陆的女生 很年轻的女生 然后在美国求学 然后后来回到大陆 所以她英文很好嘛 她就看了很多外国的书 就是英文的书 那英文的书之后呢 她就吸收了很多新的观念 然后她把它汇整 在网路平台上去分享 所以她就比不懂得英文的人 能够比较早知道一些东西 那她做的这种做法 其实有很多台湾人 自媒体也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赚所谓的知识落差的钱 那赚知识落差的钱 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新观念 基本上从古至今 大家都在赚知识落差的钱 理由是什么呢 我会你不会啊 我教你不就我赚你的 我跟你之间 这个知识的落差吗 那只不过 那个Sunny官 因为斜杠青年这个作者Sunny官 对不起讲错 Susan官 Susan官呢 它是翻译 就是把外国人的想法 直接翻成中文 然后写到网路平台上去 然后慢慢的她就 开始发现说 很多斜杠这个概念 很多人把斜杠跟打零工混在一起 这中间有不太一样的哦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你应该再看另外一本书 叫做《零工经济》 斜杠假设是这样子 零工是这样子 这中间有交集点 其实很多人以为 斜杠等于打零工 那你这样子 你的斜杠就会越做 钱越少 你的口袋收入会越少 为什么呢 所谓的打零工意思就是 我的本业赚的钱不够多 我才要去打零工啊 我才要去兼差啊 所以各位记得哦 很多现在网络上 教你做斜杠的都在讲兼差 都在讲打零工 这完全不对哦 就代表你本业钱赚太少了 然后你兼差你赚的钱 有可能赢过本业吗 有嘛 那有的话你就会 可能你就会变成本业 原来兼差变本业 然后本来的本业就放弃掉 但也有可能是 你两边赚的钱都很少 所以你就兼两份工 那打零工的意思 就比较有点上是 从SOHO族的概念 再延伸出来哦 我可能没有一个 二四 讲错 从早到晚 一天八小时 一个礼拜工作五天 老板给我的月薪 我可能是今天 跟某一个人合作 然后我们 我们完成了某件事 然后收到了钱 所以我们没有固定的老板 我们可能是任务型的 这种就叫做打零工 等于是你不是一个专 应该说上班族啦 你不是一般的上班族 所以SOHO族 有一部分其实就是在打零工 那像我们写作的人也是啊 最近很多人都把作家 有点美化了 我觉得作家也是打零工 如果你是专业在写作 那种你的所有的收入就只靠写作 其实你也是打零工啊 因为我没有保证说 我今天如果是出版社 我没有保证说 你的书我一定要帮你出版啊 可是我今天只要做在办公室里面 不管我事情做得多或做得少 我是鬼混的员工还是勤劳的员工 老板都会给我月薪啊 所以基本上作家一定要有人 愿意帮你出版 然后你才会拿到钱嘛 所以其实作家也是某一种程度的打零工 那当然很感谢古人 因为古人文人嘛 就是文采 封范 文人的封范 就是 有文采也有品德 也有 人格水准也高 所以把作家就变成好像是一个 还蛮高尚的一种职业 那我讲打零工 大家就觉得好像跟那种路边摆摊一样 就好像有一搭没一搭的感觉 但实际上本质就是这样啊 因此呢 各位不要把斜杠当成是奸差或打零工哦 因为这两种求的都是生存 他都是以赚钱为目的 以增加收入为目的 可是斜杠不是哦 如果各位你真的有好好的读懂 有些人读完斜杠青年 可是阅读能力太弱 或是 带着偏见在阅读 我常常看到很多人带着偏见在阅读 然后就自己乱解读别人的书 这我也没办法 因为我也很难 因为这是他的思维模式嘛 如果说 他真的如果真的有好好把斜杠青年这本书 理解透彻的人 真的读懂 读通 精通一本书 那他就应该知道 斜杠不是为了要赚钱 不是为了要生活或生存 我在课堂上 我有分享过 生命 生活 生存 它是不一样的概念 这三个词汇是不一样的 这个概念 其实是我的以前一个很好的朋友 那我就先暂时不说他的名字 因为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 我把他的名字讲出来 他非常低调 他是一个顶尖老师 那我就先不谈 那他把生命 生存 生命 生活 生存 这三个等级 有他的解释 他给了我 原来这三项是不一样的 那我现在讲的是我个人的解释 我的解释是这样 生命 他是当然最高 生命不是为了要活下去 活下去是生存 生命 他可能比较接近像是 你活得开心 你活得精彩 然后他很抽象 这都是很抽象的东西 就很难讲出 我用这张手板 很难讲出这个具象的东西 你要活出 你的生命 基本上很多都是抽象的 这个你要做得很好的话 他就会很抽象 那生活比较有点像是 我在什么地方做得很好 活得很好 他可以比较讲得出一点点 具象的内容 斜杠青年呢 他是要生活做得很好 不是要生存做得很好 生存做得很好 是奸差跟打零工 你就去看零工经济这本书 而不是看斜杠青年 斜杠青年他是 不为钱而工作 你一定活下 你一定可以活 但不代表 那个作者 舒森冠也有讲 斜杠青年不代表 你口袋钱超级多 但是你的生活 你会活得很好 我这里就不先讲太多了 因为 有兴趣看书 我只要让我的学生们知道说 我的观众们知道说 不要被外面误导你哦 很多外面在教斜杠啊 其实根本就在教你奸差打零工嘛 那这样子你有可能你的钱 反而总收入是 会花很大的力气 但是你的总收入依然不高 可是斜杠就有机会哦 你不用花很大的力气 但你的收入就会变得很高 好 这个就是这个阶段我要讲的东西 那今天的第三阶段让我喝个水 我发现直播比上课相较之下 我更容易口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 好奇怪哦 好吧 还没适应直播吧 那我们现在来讲第三阶段的东西 新制图阅读书这个部分 啊对不起 各位对不起 我有个地方漏掉了 我要讲那个 在直播之前给各位 就向大家问的问题 给各位给我的一些回答 我们稍微回来一下 我在直播之前给大家的问题是说 如果呢你跟某一个人 A好 你们两个彼此是平行的单位 也是平背的角色 那么在几个礼拜前呢 你写了email 或是用line 或是用脸书的私讯 总之你是用书面的方式哦 告诉对方说 哎你帮我完成某件事 你去把某件事完成了 那A呢就说 好我知道我会去做 结果你等了几个礼拜过去了 A都没有给你任何回应 然后你再去问A说 你这件事情怎么样啦 出来了吗 A说 我怎么对这件事情完全没印象 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啊 请问 听到A这样的回答 你会怎么做呢 好 然后我们有几位我们的 那个粉丝团上的朋友们 给我们的做法是 Ling Chang Ho 合吧应该是合还是猴 Ling Chang Ho 他的回答是说 他会告诉对方 你太忙了 上次传给你以后呢 我们在某一天 你还有提到这件事 你有确认说 这件事没问题 而且你说你会处理啊 那我现在再把上一次的内容 重传一次给你 不过因为呢 已经造成进度的落后 我想高层主管 应该为针对这件事情 来追究责任 来给各位猜猜看 Ling Chang Ho 是刚刚这四个类型的 哪一个类型的沟通方式 虽然各位还没看书啦 不过看文字的直觉性的猜 我相信各位应该也会八九不离十 好 那你有 其实我今天在脸书贴文上 写的这个问题啊 是我看过很多朋友遇过的问题 所以我就今天把它写在脸书上 顺便也让大家彼此分享跟学习 别人会是怎么做的 所以看我的直播的好处就是 我们会学习到很多不同人的做法 然后还有一位就是张绝琳 我认识他 绝琳大哥 应该是大哥吧 因为他其实应该年龄跟我差不多 只是好我先叫他大哥 这样我就比较年轻 绝琳大哥意思是说换人来执行 不要这个A了 我很果决哦 那我们来猜猜看 绝琳大哥他是这个四个类型的哪一型 然后美玄他的回答是说 咦你忘了 我再传一次给你 你再确认一下 我晚一点再跟你确认 来各位猜猜看 美玄是哪一种沟通类型呢 好 再来是美禅 美禅呢 非常干脆不用说 直接把我们的email 以前的以前的email 再转寄一次给A 来各位猜猜看 美玄的沟通方式是哪一个类型 OK 好 谢谢大家 这次为我们的联友们 给我们的做法 一些回馈 大家可以彼此互相学习一下 那各位你也可以看完这本书之后 看完这本书之后呢 各位再来想想看 对不起 比错了 看完这本书之后 各位再想想看 我们刚刚的那个问题 你应该要怎么去跟他沟通 因为对方就跟你说我忘了嘛 你要怎么去处理他的问题呢 这个我们就来想想看 不外乎 不要把问题当问题 一切都是我们每个人的沟通 思考的方式不一样 再给各位复习一下下 这个是思考的结构 对不起讲错 思考的倾向 有这四个类型 那会想不一定他行为是会做表达出来嘛 所以来 我们看这个 这是行为的部分 他有这三种不同的表达 呈现方式 那我再给各位一个概念 就再重复一次 有可能我是这一种哦 我的思考是这一种哦 但是我的表现是这样哦 然后呢 主张是这样哦 调整是这样哦 调整是这样哦 也有可能我是这一种 那我的表现是这样 主张是这样 调整是这样 换言之 大家他有很多种排列组合哦 各位可以 好好地来看这本书 了解你自己 跟了解你周遭的人 好 来欢迎慕迎你来 最近过得好吗 那我们现在就来讲第三阶段 针对于我即将六月份要开的课程 新制图阅读书这一本书 说真的 有追踪我的人应该有发现 我前面有贴文有写说 为什么这个课程我迟迟一直没有办法 用网路的方式来开课这么多年 我先讲一下主要几个原因啊 第一个因为看书跟上课 毕竟不太一样 有上过我课的人就会知道 在上课的时候 我呢我本人有一个完美主义 讲难听就叫龟毛 我希望各位你们都来上课了 一定要能够好好的把自己的盲点都处理掉 因此我上课的时候 我都会去看每一个人当下 每一个练习的东西 然后及时的给对方回馈 让他可以去修正自己的一些作业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手把手 就是我跟在你旁边来指导你 而不是因为很多网路影片都这样啊 或网路课都是这样子 我只是上课跟你讲 来各位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然后你就自己做吧 就好了我给你一个练习作业你就做 我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在你的旁边去及时看 你做的过程是什么 那个其实我觉得有点夸大 其实其实那个都不叫做手把手 我一直希望我可以做到手把手的 在线上来协助各位 那这个就可能很多的一些科技发展的部分 这个我会慢慢再去研究 会更好一些些 所以我现在好不容易想出来 暂时以目前的科技 我们可以尽可能做到手把手的做法就是 各位我先教各位大概就几分钟的 15我心中是抓啦 15到20分钟尽量不要太废话 15到30分钟的影片 20到30分钟的影片 告诉各位说假设这本书 这本书我们要怎么读 然后我会因为各位你都手上有书 因为各位你们要真正在我们的新制图 阅读术进阶班用的书 我手上我也还没拿到手 所以我先暂时用这个来解释 我会将跟各位讲说 可能他的每个章节每个段落 你应该要如何去阅读它 是最有效率最快的方式 然后接着我就会给各位一个练习的作业 当然不是要你一个礼拜内把这本书全部读完 这样子也太虐待大家了 我相信大家都很忙 我会抓里面的几个篇章 然后看状况 去调整一下说篇章要大一点 就是文字多一点还是文字少一点的篇章 然后请各位用Mindmap新制图的方式呈现出来 然后请各位再上传到网路上 那上传了之后呢 很多在做这种教学的线上课程的老师 他当然也很忙 所以呢他可能就要各位上传 然后你们彼此自己去看啊 他也就不管你们了 那有些他可能就会要求助教 因为他有在培训自己的接班人 应该是接班人吧 或是他培训自己的师资团队 他可能会叫助教 就是还不够成熟的人 或他们的讲师群来帮忙看 可是我本人啦会亲自看 这样才叫做我手把手来帮你嘛 那叫别人看那哪叫手把手 就像很多外面坊间那种教作文的老师啊 他都会小孩子写了作文 然后就用一篇作文可能几十块 还不到一百块哦 用一篇作文几十块的价码 外包给国文系的学生 或国文流浪老师 去帮他改作文 他自己也没在改作文 所以他才可以跑很多的补习班 如果他自己改作文 他哪有时间跑很多补习班 可是本人归毛自我要求高 完美主义 我就会希望说 我亲自每一个 各位提供出来的Mind Map新制图 我亲自录一段解说影片 来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去调整你的Mind Map 那当然我这样录呢 一人就一部影片哦 我会讲多久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现在有点害怕 如果大家参加者太多 我会不会 这三个月我真的不用睡了 因为七月八月暑假嘛 我的学生跟我认识的人应该都知道 七八月暑假我是超级忙碌的 所以我现在也有点小担心 如果我们的新制图阅读书 进阶班的课程 参加者太多 因为一个人我就要为他录一段影片 那各位你就有很多的参考影片 可以慢慢看嘛 可对我来讲 我要在一个礼拜内要全部录完耶 没有一个礼拜耶 各位礼拜五上传完成 我一定要在下周三以前 PO到网路上嘛 所以我不到一个礼拜 我要在几天内看完还要录完 我可能那几天真的不用睡 我现在有点担心 会不会大家参加的人太多啊 所以我后来想一想 我好像给自己找了一个大麻烦 我简直我简直是不计成本代价的 在办这个线上课程 还这样子 好吧 话都说出去了 都已经承诺大家 我一定要把它执行完成哦 如果我没有累到垮掉 那可能会有下一T次吧 如果累到垮掉 我可能就没办法有下一T次了 好啦 废话不多说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讲一下下 针对于这个课程 之前同学有提出来几个问题哦 如果没有学过心智图的人 能不能参加这一堂课 没有学过的话 如果完全不会画 也不知道什么是心智图 我会有点怕 怕什么呢 第一个 你画出来的心智图 不合心智图的概念 我可能会看不太懂你在写什么 我不是怕你写不出来画不出来 我是怕我看不懂你在写什么 所以如果完全没有上过心智图的人 然后 在我 在我真的 这堂课中 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参加 跟大家一起做阅读 如果你的要求是说 没关系 我要强调 我要想要学习怎么阅读 用心智图的概念做阅读 那我不是用心智图呈现 我要写文字 呈现 一般的文章式的方式 也OK 也OK 那你就可以参加这个课 你如果一定要用心智图呈现出来 给我看 我就担心我看不懂 然后我会误解你的心智图哦 因为如果你有看过我心智图的书 应该就知道 不要随便看别人的心智图 上过我课的人也都 我都有讲过这句话 不要你还没有看过原来文字内容之前 你就去看别人整理好的心智图 因为这样子你有可能会掉到一个很严重的陷阱中 所以我现在是担心说 虽然我的功力已经二十几年了 但我也担心 我还是会担心 会不会有真的 我会产生一些误解哦 好 所以我开放哦 如果你真的真的 没有学过心智图 又很想参加这一堂课 那么你就 还是可以参加哦 那你就可以用那个文字写文章的方式哦 来告诉我们 就来练习你的作业 我是接受的 好 那第二个问题 其实我刚刚应该有回答了吧 有人问我说 那以后会开吗 如果我没有累垮 我现在真的发现我这样的线上课程进行 我办这一个新制图进阶班 因为新制图要用线上进行 本来就不容易 然后又要做到真正的手把手 而不是那种很随便的交代完成 真的要做到手把手哦 这种做法 诶 我很累 所以如果我没累垮的话 然后如果 到了九月份 理论上我七八月最忙啦 那九月份应该相对会比较没那么忙 如果到九月份我也 还没有忙到我真的没办法开课 应该会继续开下一题次 好 第三个问题是说 因为还是有人私底下问我说 我现在看到Angel Lee的问题 他说 如果自修看我所写的新制图的书 那我可以学会新制图吗 我用一个例子 来回答Angel Lee的问题 我刚好最近这一阵子 就是有某一个宗教团体 在这里找我去上课 然后来找我上课的法师 他很厉害哦 我本来不知道他原来新制图这么厉害 他来找我 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们 法师们 而是培训 他们的应该是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正确说法是什么 就是他算是一般的信众 然后这一般的信众呢 他们想要提升自己 我可不可以去帮他们培训 这一群信众这样子 然后我就去了 那去了以后呢 法师第一次碰面 我就跟法师第一次碰面 法师就拿了他的mind map 给我看 哇 法师很厉害耶 然后我就说法师你做得很好啊 法师说 当然啦 我要找你来教我们的信众 我一定要好好地研究你所写的书 而且我也要经过本人 就法师的认证删选 可以讲法师认证吗 经过法师的认证删选以后呢 我觉得你够资格 我才能找来教我们的信众啊 那因为法师是当着所有信众的面 这样跟我在讲嘛 那信众就很压抑说 原来法师你特别找老师 你还这么的努力跟认真 所以你看 法师都看得懂 我不是贬低 对不起 我不能讲法师都看得懂 应该是说 其实他们的信众也是这样讲 他们的信众就说 只要法师看得懂 一般人都可以看得懂 因为法师很容易感同身受 他知道我们一般人 需要什么样的方式去接收 跟表达 所以我要讲的一点就是说 法师都没有上过我的课哦 他都可以看懂我所写的书 而且把心智图做得很好 所以Angely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那Angely 如果你没信心说 真的吗 法师会不会他本来就很聪明啊 法师很厉害啊 至少你要看过我的书 然后在六月份上课前哦 你一定要自己赶快画 因为你不要拿我们六月份的练习 当你的第一张练习的心智图 这样我可能就会很尴尬了 我就怕我又会误解啦 还是什么之类的 你有自己有练习过的经验 你来参加这一堂课 你就可以画心智图给我看 然后再来是喝个水 再来第三个问题是 我稍微再讲细节一点是说 我们的课程的进行方式哦 原则上呢我是希望 对不起 课程进行方式刚刚说过了 我要讲的是 我是希望这一堂课 我个人啊 是希望我可以 帮大家用最好的 这个标准 最好的标准哦 来达到优化的效果 因为我为什么会把时间 拉到三个月这么长 然后而且我们要读六本 跟工作有关的管理类的书 我上次有讲过 管理工作能够做得好 管理你的人生也不会有问题 管理你的家也不会有问题 因为所有的观念都是管理嘛 你只是管理的是人 还是事 还是物而已 因此我会建议各位呢 在跟随我们的这个 心智读 中 你可以天天让自己沉浸在 心智图之中 然后我拍这么多影片 我会希望用那么多的影片 分享给大家 就是希望说 除了我的影片之外 各位看看我去解说 别人的影片 你可以从别人的优点 里面去学习 你也可以去避开别人的盲点 或别人不小心掉到的陷阱里面 这样子呢 让你自己呢 能够达到最佳化 跟最优化的 这个心智读 阅读的功力 跟效果 好 我是希望说 其实我每次上课都这样 我都希望你们上完课 每个人都比我强 每个人都比我厉害 而不是说好像 最厉害的还是上课的那一个老师 因为这样子的话 那不是我的风格 不是我的style 所以我会给各位 在这一堂课的影片量是很大 那各位你可以慢慢看 有空你就看 我会要 龟毛的我 完美注意的我 我会要求我自己 在时间截止之前给大家 但你可以慢慢看 慢慢做 那当然你也可以给我一些 要求 应该叫要求吧 你可以告诉我说 老师我给你这张mind map 你上传了之后 你可以写说 莫尼卡老师 我给你这张mind map 我想要听到的是 温柔版的回馈 还是要残忍版的回馈 温柔版的回馈 就是 我的用语就会比较温柔啊 就会比较和缓啊 那你想要残忍版呢 就是比较鞭打你的方式 你这边 嗯 要怎样怎样怎样 才可以 不可以怎样怎样怎样 温柔版我可能就会 你这边呢 你如果 这样子微调 这样子修正呢 你这样比较之下呢 看起来就会比较怎么样 我的口气会比较好 因为毕竟每个人都 还不见得已经进步到那种 铁石心肠 刀枪不入 的那种水准嘛 所以如果你想要听到我的温柔版评语 柔和版评语跟 残忍版评语 麻烦你告诉我 因为刚刚我们不是讲了这个吗 这个吗 各位你希望我用想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你沟通 你就告诉我 你就要求我就对了 我就会尽可能的满足我们所有参加课程同学的需要 那这就是我今天对于这个新制图进阶班的一个进行方式 跟一些执行上的细节的解说 恩武洛大哥欢迎你来 谢谢你的观看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了 好 那各位有兴趣呢 你还是一样可以看我们的重播 如果你觉得今天直播很好的话 欢迎大家不另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们 好 今天就到这边结束了 谢谢大家 拜拜